接著我們就要正著來實作一下 您進入到這個 我們早上有跟老師提一下 發現這邊是代表什麼 是不是別人公開的 那麼左手邊這兩個群組跟課程 就是你自己建立的或者是你訂閱的 那我們先從課程這邊來 你把它按一下 你把它按一下之後 拍起來因為我的比較多 我的課程自己建立就49嘛 群組就破百了 會比較多一點 你們進去比較沒有那麼漂亮 就是這樣一兩個 有沒有 但是沒有關係 建立的在這邊 訂閱的在這裡 那你進到這邊之後呢 你建立課程 有沒有一個建立自己的 你可以自己建立一下 比如說我們這個是 就是 好你就建一個名稱 建立起來 好 建立好了之後呢 它會自動幫我們產生一個縮圖 產生一個縮圖 然後呢 重點在這裡 你至少要有一個主題 那什麼叫做主題 我用我的給你看 主題就有點類似 叫做目錄資料夾的概念 你看喔 比如說我這裡有一個 免費設計素材資源 點進去 有一個主題 是不是叫創用CC 那這裡面算是它的教材 圖庫資源是另外一個主題 這樣清楚了嗎 至少要一個 至少要一個 所以呢 我們麻煩老師 您先試看看 先建兩個好了 比如說我是影片的教材 影片教材 好 按一下儲存 你再增加一個 一般教材好了 排序的部分您可以自行調整 按著拖一就好了 像這樣按著拖一就可以 這樣OK嗎 所以您到建立 從課程裡面 你從建立的課程 按一下建立 產生一個新的之後 就可以進來 那麼如果你不滿意這個蔬菜 沒關係 按一下這邊 有一個叫做設定 這裡 你按一下設定 圖片 有沒有可以選一些基本的 那個圖檔 或者是你自己上傳自己想要的 一般我如果是我的課程 或者是那個我都會自己做一個 這樣代表尊重 我多花一點點時間 但是你比較好辨識啊 對不然都內建的 老師看起來就為那邊一樣啊 即使他提供了十幾二十個 永遠都不夠 這樣OK 預設大家不用擔心 因為大家都是什麼 預設的話都是 來看一下 在這邊 我們預設這些課程都是什麼 都是屬於 非公開的 私人的就對了 所以你這個 沒有公開的話 別人不會找到 現在大家呢已經有 兩個主題之後 我們來看看 剛剛我們有沒有 介紹過 OneNote可以支援哪些教材 教材類型啊 我先來影音教材從這邊 你看 點了新增單元 就是真正是教材囉 有沒有看到 我們早上所用過的 不管是測驗體 還是下午講的那個 檔案類型 有對不對 來我先問一下 各位老師 如果你的 YouTube的 請問老師 如果你看到一段影片 你覺得還蠻喜歡的 一般各位會怎麼做 就是 我找一個好了 假設 找這個好了 假設這一段音樂 你覺得 欸喜歡嘛 這段影片你喜歡 那你想要把它當做 你的教材 平常老師會怎麼 收集你的教材 這個要不要摳一下 這裡要不要摳一下 所以 這裡 然後呢 下面 有的有說明 要不要再摳一下 啊 老師你不會疼喔 會啊 對啊 你通常會可能 也許你會整理在你的握的裡面 或是我的最 應該老師 不會用我的最愛去收藏這個吧 不會 你用這個的話 你會 愛不玩嗎 啊 郭富城那一首歌啊 愛愛不玩 對不對 所以 我弄 抱歉 很簡單的耶 網址 點到是不是全選了 對 複製起來 看一下 怎麼樣才能夠比較快 好嗎 影片題 給他網址 Ctrl加V 貼上 有沒有不小心名稱就進來了 有沒有不小心 連單元都進來了 還是你覺得 你比較喜歡人工的 因為現在都說人工的比較好 哈哈哈哈 這樣有簡單嗎 而且 我問一下各位 我們常常是 這一段影片 假設我有十分鐘 可是我可能 要當教材的 也許是在五分鐘這個地方 你一定要叫同學說 來同學進到這邊 請從第五分鐘開始看 你累了嗎 請看這裡 我就覺得 我的教材要從第一分鐘開始 但是看到這裡就好 因為他到這邊就會自動停 當然同學可以繼續看下去 但是他到這邊會自動停 所以你看喔 我是用一分六秒對不對 所以我們把按儲存 有沒有下面有儲存 而且順便看一下好了 剛剛老師在做測驗也好 再看教材 有沒有都有一個叫完成指標 就是在這裡設定 如果是影片題 老師可以規定要看完法人是多少 或者你要手動批改 哈哈哈哈 這應該沒錯 好批改的啦 當然如果你是付費帳號 還有一個就是 緊攻自主學習 不列入那個學習 學習歷程 也有這樣 那我們就先到預設指 我把它存檔 好看一下 有沒有人說主都幫你準備好了 那我如果真的要看這個 點下去 假設我就從這邊一播 好 抱歉 因為我現在在這邊播的 這個要真正要去看才那個 所以 我先發布一下好了 在這邊 抱歉 我有免費帳號 這個是那個 訪客帳號 所以 訪客帳號會有一些限制 那我就從這邊來 好不好 我這邊重新增加一個 那我們往下看儲存 好 我就先發布一下確定 OK 那麼我們現在直接在這邊 按一下 你來看看它有沒有從一分多鐘開始 好 這裡我關掉了 有沒有 這裡有單元說明嗎 有沒有發現從一分多鐘開始 這樣你了解意思了齁 不要老師叫同學 我們從第幾分第幾秒開始看 沒有人會聽你的 哈哈哈哈 同學沒有人 每個都那麼乖啦 對不對 所以 這樣的話是不是就比較OK 當然 它到了我的指定範圍之後 可不可以再往前看 可以 因為畢竟這本來是YouTube的 只是說我們直接指定它的起始 齁 起點跟終點 這樣 我們在指定教材的時候會更容易 這樣OK嗎 可以齁 可以順便講一下怎麼出題目嗎 因為既然是影音題嘛 所以你們看一下這裡 我剛剛這裡齁編輯 進到這邊 有沒有看到下面有個題目 直接新增題目 你就告訴人家你的題目是什麼 要在第幾分第幾秒出現 那你的答案是什麼 這樣啊你要給人家正解吧 欸可以複選喔 沒錯吧 可以複選喔 這樣就 是不是就好一點了 記得齁 題目可不可以多出幾題 可以 但是不要超過三題啦 不然會顧人怨喔 這樣有沒有問題 沒有齁 所以麻煩各位 你如果好了 你把做好了按儲存 那你可以按一下右上角這個發布 因為這樣你就可以自己看 好 自己就測試按發布 確定 就表示說 你如果沒有發布的話 很多老師剛開始用one note 第一個會遇到障礙是在這裡 忘記按發布 奇怪 我教材都準備好了 是怎麼看不到 就是因為你沒有發布 因為表示你還在草稿中啦 好 那如果你有變更過也是一樣 要按一下發布 好 也要按一下發布 這樣第一種影片題的課程 會不會建立了 好